嘿,哈喽,大家好,我是成田 好,那么在我手上这一把呢 就是来自唐龙的最新的这一款便携吉他 Harsh Eye Pro 那么在这一款便携吉他之前呢 就是他们的上一代产品呢 我也是做过这个测评的哈 那么在上一代产品呢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深度使用的 特别是在出国的时候 我直接把那个琴就丢到我那个行李箱 就可以去托运了 所以从便携的角度来讲呢 我认为他们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那么咱们这一款新款的i Pro呢 我认为比上一代有了更大的进步 好,所以接下来就先给大家来讲一下 它跟上一代有什么不一样的哈 第一个最值得讲的地方就是支架 就是咱们这个地方这一个支架 那么上一代呢是直接插进去以后呢 要上一个螺丝啊 这个东西它才能固定住的 那么咱们这一代呢就跟他们的电禽那个是一样的逻辑了哈 支架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扣哈 只要把它拉住 然后直接装到琴里面去就OK了 好,你看就这样子直接怼进去 哎,搞定了 好,那么下支架呢跟上面是一样的安装方法了 哎,搞定了啊 这样子呢,这把琴就已经拼好了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 我认为也是比上一代进步非常多的 上一代的调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一个六角扳手来拧这个地方 是不是 然后六角扳手就放回来这个地方 好,这一代不一样了 你猜现在这个六角扳手在哪里 它是在琴的后面这个位置 是一个磁吸的东西 哎,拿出来就这个扳手 然后放上去去调弦就OK了哈 调完以后拿下来放回去吸住 搞定 就我觉得这两个升级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的哈 让我们在用这个琴的时候呢就更加的方便了 那么音色方面呢跟之前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因为这一次呢 他们内置了18个效果在里面 就是里面有各种的什么压缩效果器啊 过载啊 还有混响啊 还有delay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音色的调节 那么这个音色演示了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它的面板 就是这个操作面板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那么操作面板上面呢有一个小屏幕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调的效果器 任何的参数都在这个小屏幕上面就能看到了 那我就打开这个菜单一栏一栏的读给大家听一下哈 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写的P01 然后旁边有个选择的旋流 我们领一下哈 你看它到P02了 P03 P04 P05 啊 如此类推 它一共有十八组 什么意思呢 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吉他里面可以储存十八组 我们调好的音色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自带的音色效果在里面 啊 我们往右边拧一下 哎 到这里来了 现在是off的状态 我们就把它打开 你看第一个是od的这个效果 那就是过载嘛 现在弹起来的音色它是这样子的哈 哎 现在感觉这个过载量有点小 我把它调大一点点哈 我们这个第三个旋拟就是控制的过载度的哈 现在是36的过载度 我把它领大一点 好 现在领到是65 我们来感觉一下 对吧 听到这个过载的声音了是不是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哈 这里还有什么效果呢 嘿 还有压缩的效果器 还有boost的效果器 这三个效果器就属于是前级类的效果器了 我们就往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 然后这边是mod这一栏 现在是off的我们来选一下cause合唱效果 还有这个phraser的效果 然后还有terminal 还有这个frangy 还有自动挖音 我们都来听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先从合唱开始吧 我把这个量调大一点都调到40吧 夸张一点大家听起来比较容易理解哈 对吧还是很明显的是吧 对吧还是很明显的是吧 大概在玩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里面先调好你们想要的效果了 对不对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效果 比如说这个chamelo的对吧 是个正音的效果 其实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再来看一下这个自动挖音 这个很有趣啊 这个真的是挺好玩的哈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 我先把这个效果都关闭先 不要影响到我们下一个效果的听感 好下一个效果是delay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把它打开啊你看有analog的delay 还有echo的delay 还有这个是意思就是说 它会发出两个不同时值的delay 然后chamelo的delay 还有这个lofi的delay 我们就选边选一个吧 就选这一个echo的delay吧 我们听一下带delay的效果是这样子的 听到吗 我把这个delay的值开大一点点 我开到60吧 对了那么至于其他的delay效果呢 大家可以慢慢去玩 我这里就简单的去演示一下就ok了哈 好继续往下看 这个时候来到了混响 混响有什么样呢 你看有room的混响 有这个大听混响 还有这个弹簧混响 还有这个天上云上的混响 就是它吧 看一下怎么样的效果 很有氛围感 不赖不赖 挺不错的哈 好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就看到这个ir这一栏了 因为这把琴里面呢 是可以加载ir的音色 它本来已经配了一些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哈 比如说你看 有一个ga形状的 这个琴体的这样的模拟 还有z型的 还有mini型的 还有这个d型的 还有这个koa 应该是相思木的面板的意思哈 还有om型的 还有这个圆背筒型的 还有古典吉他型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选择一个z筒型的这个ir的箱体模拟哈 那么这里有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哈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第三个旋钮了 如果去拧动它的话呢 它是有个数值变化的哈 如果我们拧到是100%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它就完全是一个干信号 就是这把琴的本来的声音 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干琴信号是这样子的 好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100%这个信号呢 拧到0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纯粹的ir的这个z筒型的声音了 我们来听一下对比哈 对吧这个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哈 然后这些呢就是内置的ir的效果呢 如果你们觉得不够的话 可以通过app的连接啊 去加载你们自己喜欢的ir也可以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已经很够用了哈 好那么这一些呢 就是关于它内置的效果器啊 我们可以选择的音色了 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按照平常的调节逻辑 来加载它的效果器 比如说你在前面可以加个压缩的效果器 然后再加上一个合唱的效果 再加一个delay 再加一个我刚刚说那个什么天上的混响的那种感觉 这样子也会形成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声音 然后还有ir的选择呢 我就选择这个z筒型的 全部东西叠在一起 听一下来音色怎么样的 这个氛围感我觉得是非常的棒哈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 那我们继续往右边拧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个五段的EQ 就是这个琴里面它内置的五段EQ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这个EQ 然后再往右边再拧一下 就有一个调音表 这个真的非常好 因为没有内置调音表的话呢 我们还要再带一个调音表 因为上一代就送了个调音表 那这一代它直接内置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就很方便了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个操作面板上面的一些旋钮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叫做Air Booster 这个是增加空气感的这么一个东西来的 我们现在呢 这个Air Booster就放在12点的位置 我把它开到3点 我们听一下区别是怎么样的 现在是还没开的状态 好拧到3点 听一下 有改变的哈 再拧大一点点 拧到镜头吧 就5点钟左右 我感觉中低频会更好了一点 然后再看一下旁边 还有一个Tone Booster 我们再听一下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现在一样是在12点的位置 好还是开到3点吧 诶亮了 好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Air Booster 也是开到3点钟的位置 听一下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吧 如果它们都是在12点的位置呢 这个感觉就没那么好了 对吧 明显感觉它声音变薄了 所以这两个旋钮呢 大家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打开 就调到一个合适的比例 听起来舒服就OK了 好然后我们再往旁边看 这里有个Save的按键 那这个就不用说了 因为我们是可以内置储存18组音色嘛 对吧 然后旁边还有个蓝牙的这个标志 就是它是可以去播放蓝牙音乐的哈 这个非常好可以跟着伴奏来练习 然后这个是开关啊 然后旁边这里有个耳机洞 对因为它可以静音练习 这也是唐龙当时在出这把便携吉他的最大一个初衷 对吧 他除了可以方便携带 也可以静音练习这样子 好然后在这把琴上面呢 我觉得有个非常有趣的功能 这里有一个吸口 有个USB的吸口 大家看到我现在是插了一根线的 我并不是在充电 而是我现在用这把琴接着我的电脑 它是一个声卡 你们刚刚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通过这把琴 变成一个声卡 内陆到我的电脑里面去的 所以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哈 一把琴它又是一个声卡 就不准备一下 晚上不下班 朋友都说 我年薪好几百万 啦啦啦啦啦 平身伤盖方案 啦啦啦啦 沟通真的好难 为什么 你那么 舒服确保我舒服 我不要 现在就 给我自由 好那么总的来说 这款Hash iPod这个升级款 我认为是很成功的 它确实跟上一代 有了非常大的差别在里面 因为本来能摆一把琴做了这么小的体积 它是便携它的静音的吉他的时候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 不应该对音色有更多的期待 对吧它方便就好了是不是 那他们这一次把音色做到里面去 功能变多以后呢 反而让这个音色变得更加的可玩了 那就意味着以后 唐龙对音色有更多的想法的时候呢 它都可以做到这个里面去了 所以呢 我认为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 它就是除了轻便 然后我们对音色没有追求的这么一个说法了 反而让我更加期待它以后的产品 会有什么样更加不一样的音色变化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Hash iPod这段时间以来的 使用的一些感受跟感想了 希望可以帮助了大家 我是成田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